如果您听过三体三 死神 永生 那您肯定还记得歌者的那句名言 给我一片二相波 轻利用 随后 太阳系的星球们都变成了二维的画面 远远地看着 就像梵高画的星夜 那么梵高的星夜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在这幅超有名超有名的画作当中 所有的星星都变得无比硕大 就像天空的眼睛 而梵高又是如何画出这样的画面呢 今天就给您带来艺术史上最伟大 也是最忧伤的画家梵高的传记 梵高传 梵高这个人你们一定听过 他用一生演绎了什么叫做悲剧 活着的时候无人认可 死后却遇满全球 这个生前只卖出去过一幅画 死后作品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怪人 身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 比起他的落魄 梵高的家族却很牛 有多牛呢 他们是十九世纪欧洲艺术界最大的家族之一 也就是说 如果梵高安心做个画商 他说不定能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的艺术 但是梵高选择了艺术 选择了流浪 最终流芳百世 好了 现在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梵高的世界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一百四十年前 这是一八七四年的四月 伦敦的清晨 雾气弥漫 阳光就像颜料一样 洒在雾里 满眼都是淡橙色的光辉 二十一岁的梵高从睡梦中醒来 听到一个美妙的声音 似乎在云端 但又如此贴近耳畔 这个声音来自梵高正暗恋的姑娘 房东的女儿 Ashula Ashula刚十九岁 大眼睛 整天脸上都是笑眯眯的 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姑娘家还开着一个幼儿园 于是梵高喊她叫娃娃的天使 这时的梵高 在家族控制的古皮尔公司卖画 工作努力 是店里最好的职员 这种艺术细胞是息息相通的 既然她的家族是做艺术的 那么这种艺术气息便代代相传 积累到一个人的身上 八岁时梵高画了生平的第一幅画 母亲一边夸奖她 一边把画撕了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 其实还是可以当个画家的 但家人却打发她 去伦敦做个收货园 伦敦一年四季都是雨 天和地都是灰蒙蒙的 随后就是接种而来的雾气 这和荷兰家里漫山遍野的郁金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候 梵高站在雾气前 她和莫奈之间的距离 还差着无数个轮波浪 自然她也画不出 日出 印象 但这里没什么不好的 因为有心爱的姑娘 她心里炽热的爱情烈焰 把她灼烧到无粒子吧 终于 她兜兜缩缩的 向姑娘求爱了 那天晚上 梵高回到家 与阿修拉一起挂画 婚案中 女孩的笑颜若隐若现 她鼓起勇气 向阿修拉表白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唯有你做我的妻子 我才会幸福 但她不知道的是 那心爱的姑娘 早已经订了婚 阿修拉惊讶极了 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她 可怜的梵高听到这话 全身几乎僵硬成了一块石头 等她回过神来 便疯狂地抱住阿修拉 阿修拉挣脱身子逃开 刷下一句话 红头发的白痴 这仿佛砸到了她的缺陷 确实 我们听说过金发帅哥 但基本上 没听说过红发 也能被叫帅哥的 在这之后 梵高完全变了样 无精打采 她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费尽心思地追求这个姑娘 却被房东直接赶了出去 七月 梵高的父亲把她接回了家 回到家的梵高 整天跟丢了魂似的 除了在那闷头画画 她也打不起什么精神 那阵子 梵高干过书店职员 做过教师 也像个牧师那样去乡村里步道 但她最渴望的 还是想回伦敦再见见阿修拉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作为乡村牧师的梵高 第一次成功地步道 她兴奋不已 觉得自己的人生 又有了盼头 随后她直奔伦敦 渴望站在阿修拉面前 诉说忠常 但命运如此捉弄的 等她穿街走向 跨过半个伦敦城 走到她心爱的女人面前时 却正看见她 披着婚纱 成了别人的新娘 看着幸福的阿修拉 梵高的心碎了一地 伦敦又开始下起了 无休止的大雨 在婚礼交响月般的雨声中 梵高摇摇晃晃 步履艰难地 踏上了轮船 永远地离开了英国 听完这段经历 我们不得不说 梵高真是个可怜的人 姑母 有的听众朋友 还感同身受呢 伦敦的雨 让梵高伤透了心 他失魂落魄地 回到了荷兰的家里 休养了些十日后 除了躺在床上 想着阿修拉 好像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这时候父亲对梵高说 儿啊 你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 天天在这儿 啥事也不做 这也不行啊 你看你一事无成的样子 还不如跟我一样 去做个牧师吧 其实做个牧师 也没什么不好的 总比现在 自己无所事事 要强得多 听了父亲这番话 梵高去了 阿姆斯特丹 学习神学 他接触在 一个叔叔家里 在这里 梵高遇到了表姐 凯 还有她的丈夫和孩子 表姐美丽大方 优雅热情 梵高看着她 觉得这表姐真是好看 好看得不行 她这颗受伤的心 又开始有些悸动了 在这里 梵高跟着一位叫 王德斯的老师 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 接下来 只要她在阿姆斯特丹大学 完成神学的学习 就可以去做一个 风风光光的梦式了 可是一段时间后 梵高产生了很大的困惑 想到自己的未来 梵高就想起父亲 父亲是温暖 高大而危严的 他几乎就是神的代言人 但父亲一直守在他的教堂里 在那些经书之间不离半步 他很少出门 只接受那些上门人的祈祷和忏悔 但梵高关心的是那些真正受苦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需要上帝恩宠的人 而梵高想要去帮助他们 这个念头折磨着他 让他左右为难 一个五月的傍晚 王德斯老师同他一起散步 他对梵高说 做你认为是正确的事吧 即便他后来被证明不正确 但做过了 那才是重要的 这碗吉堂喝得他异常舒服 在老师的鼓励下 梵高放弃了学业 决定去当一名传道者 三个月后 他去了伯里纳日的矿工村 一路上他高兴得要命 他给穷人传递福音的理想 终于要实现了 现实真的是异常的骨感 这个矿工村的条件不仅恶劣 而且穷 穷得连块肥皂都是奢侈品 村民们一个个都是目不识听的矿工 因为常年累月在井下干活 浑身脏兮兮的 被人喊作黑下巴 但梵高并不介意这里穷 他反而觉得因为这里穷 他才高兴 因为这些穷人才是上帝的光辉 最应该照耀的 他热情洋溢地帮助他们传递福音和救赎 村民们也都很喜欢他 有一天 他与矿工们一起下井 第一次看到井下工作是什么样的 那里的艰苦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梵高感到异常的震惊 他又去到矿工家里面 发现一个女人的孩子就要冻死了 那个可怜的母亲除了悲伤的哭泣 却没有一点办法 在那阴冷漏风的破屋子里 他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信仰 上帝到底在哪里 这些人有什么错 为什么上帝要抛弃他们 就在他愈发怀疑的时候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井下瓦斯爆炸 57个人被活卖 还有多人身受重伤 然而矿业公司一毛钱都不赔 任凭死伤者的家属任机挨饿 对此梵高无能为力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遇难者的葬礼上 送他们最后一程 但就在梵高引诵 让死者安息的经文时 前来监察的牧师却把他撤了职 这样的打击让他领悟到一件事情 对于他来说 这世上没有什么上帝 唯有一片昏恶 无尽头的混恶 平心而论 如果一个人能像梵高那么倒霉的 恐怕也是不多 这一次的打击算是够惨了 换谁都受不了 于是梵高不再去管矿村里的事 他成天静坐在屋子里 环顾自己走过的日子 26岁了 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这让他感到极度的颓丧 这像极了我们说的loser 啊不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段日子里 梵高孤寂的像一个死者 行尸走肉般的独自 在荒芜的世界里徘徊 到了秋天 满世界都是落叶 他开始整天的看书 到了后来 冬天将至 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 他连书都看不下去了 他一直消沉 冷得像窗外的冰霜 直到11月的一天 难得有个好天气 一个矿工从梵高面前走过 他那无精打采的眼睛 突然就有了光彩 被这个毫无特色的人所吸引 看看左右找不到纸 他就拿出口袋里的家信 一番速写 画出了一个人像 另一个矿工路过 他又把它画下来 突然间 他感到异常的畅快 想念起 他八岁时 就留在心中的绘画世界 那个世界 早就被一大堆 纷繁涌杂的事情给淹没了 成为了他脑海中的沉船 虽然当年母亲撕了他的画 但却没有撕碎他的梦想 之前的所有失败 他瞬间就忘得一干二净 他要画画 他要一幅接一幅的画 画着画着 他感到一种最新的满足 虽然没有几个钱 却十分的快乐 这时 梵高的弟弟提奥来找他 在梵高悲凉的一生中 提奥是唯一一个 能够理解 宽容 鼓励 并且支持他的人 那时候 提奥二十三岁 在巴黎做艺术投资 明明知道哥哥的绘画之梦 是飞鸽扑火 但在兄弟俩的一次深谈后 提奥决定支撑起哥哥 那一岁的梦想 因为梵高在受到这么多打击之后 除了画画 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如果连画画都不可以的话 那他可能就无法活下去了 梵高回到家 不顾父亲的反对 开始没日没夜的画画 画累了就看书 累到什么也干不动时 就睡觉 父亲虽然觉得他不务正业 但提奥依旧鼓励他 梵高拿着他的画去了小城海牙 寻求古皮尔公司经理 特斯蒂格的帮助 特斯蒂格眼光老道 他看过的画 每个一万也有几千 直接就把梵高给否定了 梵高又去找他在海牙的表兄 画家安东莫夫 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亲戚 莫夫便夸了他几句 鼓励他好好画 并且答应做他的老师 这让梵高兴奋不已 他的绘画这路 看上去挺顺利的 于是他高高兴兴的 回到了家 我们常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这可不 梵高兴冲冲的回到了家 一路上哼着小曲儿 好像人生就此有了转机似的 绘画也使得他的人生 开始变得有光彩了 对于梵高来说 这时候真可谓是好事成双 那个他很喜欢的表姐凯 也来到了梵高家里 凯的丈夫去世了 他因此变得悲伤而忧郁 不再活泼热情 却多了一份成熟的美 梵高心中紧闭的闸门 一下子打开 当他独具矿村 无所事事时 凯在他的生命中 是个破碎的倒影 但此时 凯出现在他的眼前 却是如此真实 梵高知道 这一次 他又将陷入爱河了 一直以来 梵高都是个天性冲动的人 虽然想方设法 控制自己的感受 却还是没能忍住 一天 他和凯走在郊外 再给凯 看他的话时 凯温暖的肩膀碰到了他 像是春风一般抚慰了他 梵高失去了自制力 当即就同凯表白了 凯大惊失色 赶忙转过身子 拼命地逃跑了 表白背剧后 浑浑噩噩地站了一会儿 梵高才收好他的画作回到家 父亲已经站在屋里等着他 怒气冲冲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仇骂 指责他的爱情是乱伦 给这个家丢脸 第二天 被吓坏了的凯 便回到了阿姆斯特丹 在伦敦的那次雨夜之后 梵高再一次陷入 爱情的痛苦和纠结之中 他无能为力 他暴怒不已 他想去阿姆斯特丹 他想向凯再数中场 但是令他绝望的是 他28岁了 却连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票 都买不起 最后还是提奥寄来了车票钱 梵高穿戴整齐去了阿姆斯特丹 站在凯家的客厅里 他要求再见一见凯 凯躲避着他 这份沉默把他折磨得够呛 于是他像疯子一样 把手放在蜡烛上 让我对他讲几句话 只需要我的手 能在火上放多久的一点时间 蜡烛熏黑了他的手 眼看着就几乎要烧穿他的掌心了 他疼得牙齿上下打架 但身体既没有颤抖 也没有移动 礼物的门开了 出现的不是凯 而是凯的父亲 他扑过来熄灭了蜡烛 怒吼着把梵高撵了出去 一半是伦敦的雨水 一半是阿姆斯特丹的火焰 这正是他失恋的写照 梵高捂着烧痛的手 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上 这个城市有着几十万人 却没有一个可以和他说话的 眼前的一切都让他的寂寞 他的痛苦显得依然可笑 他的爱情又一次死去了 悲伤涌上他的喉咙 手心的疼痛 阵阵洗上心头 他只能捂住嘴 压住心底 那一文不值的呼喊 如果不能恋爱 那还不如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于是梵高再次去了海牙 跟着表兄莫夫 学画水彩和油画 在海牙 梵高 穷困潦倒 几乎是身无分文 寄人篱下 又不敢给莫夫添麻烦 莫夫给梵高 介绍了一些艺术家朋友 比如德伯克 此君富有而优雅 和他比起来 梵高简直像个潦倒的乞丐 莫夫又介绍他认识了艺术家 维森布里赫 维森布里赫 开着玩笑对梵高说 任何艺术家在60岁前 都应该饿肚皮 然后就会画出一些好画 可能他真的只是开玩笑 但梵高确确实实是饿着肚皮 他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生了病也无前医治 只能躺着 有天晚上 他跌跌撞撞的去了一家酒吧 与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人 叛谈起来 这个贫穷的女人的日子 过得和梵高差不多糟糕 靠给人洗衣服和卖身过火 当晚 他们两人一同过了夜 第二天早晨 梵高在朦胧中看到身旁有个人影 他突然不再痛苦 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安宁 爱白克里斯汀 梵高自己也不知道 但有个女人作伴 让他感到有些满足 后来 他都想娶克里斯汀当老婆 社会上到处有些喜欢唠叨的人 更何况海牙是个小城市 那些居民呢 连谁家女儿交往过几个男朋友 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没过多久 街头巷尾便传出了风言风语 人们都说 莫夫家那个红头发的表弟 居然和一个妓女在谈恋爱 而且还要结婚 说得好像是莫夫在和妓女谈恋爱一样 莫夫气坏了 不仅不再教他画画 还跟他断绝了来往 亲戚们也纷纷指责他 这让梵高陷入了彻底的困顿 偏偏 这个时候克里斯汀生了病 需要做手术 但梵高掏不出一分钱 这个时候伸出援手的 依旧是弟弟提奥 没过多久 提奥来到了海牙 向梵高介绍了新静兴起的印象派 又让他尝试画下油画 梵高设着画了三张 效果还不错 这样他再度兴奋起来 开始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绘画 他痴迷的画呀画呀 油彩 模特的负担 使他和克里斯汀越发穷困潦倒 而克里斯汀也不再把心放在家里 为了钱 他们整日的争吵 梵高知道 他虚假的爱情正在坍塌 而为了追求绘画这一梦想 他只能放弃家庭 最终他们俩断绝了关系 分道样镖 他走出门 背后到处有人指指点点 哎呀 这人就是那个要娶妓女的男人呐 这个白痴还想当画家呀 他身心俱疲 在海牙他越发的孤单 只剩下故乡 可以回去 梵高家一直搬来搬去 父亲去哪认职 他们就搬到哪 这一次 父亲的教堂在纽南 这里说起来是个小镇 不如说 就是个乡村 梵高来到这里决定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 无论如何 都要和他的双亲好好相处 纽南虽然偏僻 倒是有着一派田园风光 乡村的气息熏陶着梵高 给了他无穷的平和 他整日在田野里写声 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他描绘的对象 每一寸田野 都有着甜美的气息 回家一个月左右 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似乎有人在暗处监视他 而且这个人 还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玛格特 算是个老姑娘 39岁了 但他还是爱上了 比他差不多小10岁的梵高 梵高并不爱他 但有个女人亲近他 总会让人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就像他一直需要的那一个家 于是梵高决定结婚了 但这个决定立刻遭到了两家人的反对 仿佛双方都商量好了似的 男方家认为梵高没个收入怎么可以结婚 而女方家更是激烈 在他们看来像梵高这样一个无业青年 整天游手好闲的怎么可以嫁给他呢 这场婚事就这么高吹了 玛格特因此一天天消沉 一天 玛格特慌慌张张的跑来见梵高 颤抖着对他说 我爱你 永远记住 我比你一生中任何一个女人更爱你 然后 这个胃癌痴狂的女人 就在梵高身后服了毒 人们七手八脚的救活了玛格特 随后 就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 村里人开始讨厌起梵高来 仿佛是他一手造成了这个女人的半死不活 那些厌恶的眼神和表情 让梵高明白他除了躲避众人之外 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第二年三月 父亲去世了 提奥赶回来奔丧 他再次与梵高谈起了印象派 看着哥哥在这里重判清理的样子 提奥决定要把梵高带到巴黎去 但梵高说 他在这里还有话没完成 他曾发誓过 要在这里完成一幅 看比米勒的晚中一样的作品 在那幅著名的画作里 米勒笔下的农民 在远处教堂的钟声里默默祷告 安静而祥和 时间从而凝固成永恒 而梵高就想在这里画出他自己的晚中 梵高和住在教堂附近的格罗一家交上了朋友 格罗家的女孩斯蒂恩十七岁 快活儿漂亮 成天和他打打闹闹 有一天 村里的神父突然找到梵高 要他与斯蒂恩结婚 原来是斯蒂恩怀孕了 梵高知道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斯蒂恩也同样知道 但流言蜚语就是挡不住 于是神父就要驱逐他 这一次 他是真的住不下去了 但那幅笔尖米勒的话还没完成 日复一日 梵高不断地产生灵感 又不断地画了在撕 撕了在画 神父每天都来催促他早点滚蛋 但他始终画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 直到离开前的最后一天 梵高审视着他的画 他感觉又失败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卧室里发呆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他突然有了灵感 爬了起来 凭着他的记忆重新开始作画 终于第二天早晨 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作品 吃土豆的人 整个画面充满了灰蒙蒙 但是温暖祥和的色调 画面上的人呈现出一种 安于天命的神情 这就是他的碗中 画面中那些淳朴的人儿 从此也获得了不朽 在画完吃土豆的人后 梵高就被撵出了村庄 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开始了前往巴黎的旅程 途中他路过了布鲁塞尔 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日本的服饰会 服饰会大胆的构图和色彩令他陶醉 从此他的画作里也有点服饰会的影子 到了巴黎之后 梵高接住在提奥那里 提奥的房子里挂满了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梵高看到这些画 又震惊又难过 看看自己的画 跟人家的一比 简直是阴暗枯燥 而且毫无生气 他突然明白 自己是在一个早已过去了的世纪中作画 他感觉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在他绝望的时候 提奥却告诉他 不要去模仿别人 六年来你已经画出了自己的风格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调色板弄亮一点 学会画活动的明亮的空气 一个四月的黄昏 提奥向梵高介绍了保罗高庚 梵高看到高庚的画 浸透着阳光 野蛮而神秘 他们俩喝酒喝到了半夜 一时兴起 又去拜访了点彩派画家乔治修拉 看着修拉平静的 无动于衷的 把一个个细小的颜色点在画里 梵高惊呆了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 梵高开始尝试明亮的色彩 但越画越让他自己生气 他画的每一幅画都像是在抄袭印象派 都像是印象派的拼凑 他完完全全的是在模仿别人 但没有一幅是他自己的风格 比他更生气的是提奥 他把梵高的话 提得一文不值 在这段日子里 梵高认识了不少画家 于是他们也组织了不少活动 几乎就忘记画画了 有一天 梵高走进自己的工作室 突然反问自己 你还是画家吗 梵高把自己的作品放在画架上 一张张的审视 这些日子以来 他真的有进步了 画的颜色明亮起来了 而且也不再是模仿印象派的了 他第一次认识到 他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技巧 他甚至也不清楚这是怎么来的 他突然想要画很多很多画 想要离开巴黎 离开周围的那些人 他决定去法国南部的阿尔勒 那儿有太阳 有女人 还有西北风 他留了张字条给迪奥便动身了 从此开启了他最辉煌的旅程 阿尔勒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市 那里时常是晴天 太阳发出极为炫目的光亮 空气酷热而透亮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这里画画成为了梵高生命的全部 他成天从早画到晚 灵感不断的涌现 色彩越发的明亮 他成天背着画夹跑来跑去 就像着了魔一般 当地人都称他为风浪子 他在这里画出了许多经典之作 向日葵 夜间咖啡馆 夜间咖啡座 阿尔勒的桥 收获景象 罗纳和尚的星夜 梵高住的酒店不断提高房价 他就在旅馆隔壁租了一间黄色的房子 他就在这个房子里疯狂地作画 快到冬天时 有一天梵高在郊外画画 遇到了一个叫Maggie的美丽的女人 梵高对她说起自己的一声 Maggie预言道 等你死后 全世界将会理解你所说的东西 今天你无法卖得一百法郎一张画 但有朝一日会值一百万 谈着谈着 两人相拥 热吻 倒在细碎的土地上 等梵高醒来时 太阳已经落山 只剩他一个人 他亮亮呛呛地回到家里 回想白天的情景 却又不记得什么了 春天来了 梵高去田野里画像日葵 又采来一些带回家 放在瓶子里画 夏天 高庚也来到了阿尔勒 和梵高住在一起 一开始 他们俩的友谊还发展得不错 然而这两个固执的人 很快就闹矛盾了 暴力冲突不断 争执不休 黄房子里闹得天翻地覆 有一天 两人来到妓院 高庚和一个女人上了楼 一个叫拉西尔的妓女 逗了逗梵高说 不和她上楼 就把耳朵给她 高庚回来时 梵高拿出一把剃刀 冲向高庚 离得很近时 她站住了 高庚吓得不敢回家 转身跑了 梵高回到家里 看着镜中的自己 想要一次干脆的了结 但许多声音在对她 说着奇奇怪怪的话 于是她胡乱地 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拿给了拉西尔 拉西尔吓得晕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 高庚还是回来了 发现人们聚集在黄房子门口 到处都是血 梵高被抬去了医院 过了几个星期 梵高痊愈了 他一口气画了三十七幅画 但画来画去 既无人欣赏 也没有卖出过一幅画 他过得绝望 而孤独 虽然耳朵上的伤好了不少 但精神上的创伤 却无法修复 一天晚上 梵高在餐厅点了一份汤 突然他把汤摔在地上 大喊道 你想毒死我 随后 人们就把他抓到了医院 三个星期后 梵高回到了阿尔勒的黄房子 当地人对他充满了敌意 连孩子们都讥笑他 如果说割掉耳朵 还算是癫狂的话 这一次 梵高看上去 是真的疯了 他向窗外扔所有的东西 结果有人报了警 梵高 又被抓到了监狱 稍微回复点了意识之后 医生告诉梵高 房东把黄房子清空了 把他的话扣押起来 等付清了房租才还给他 但他哪里有钱去赎呢 他只能一言不发地坐着 医生建议他去圣雷米的精神病院 他同意了 这时候又是提奥寄来钱 还清了他的债务 赎毁了那些画作 在精神病院里 梵高时而狂热 时而没有欲望 但都没有停止画画 在那里 他画出了不朽作品 鸳梅花 两棵丝柏树和星叶 一天提奥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他的一幅画 红色葡萄园 卖了四百法朗 这竟然是他一生中 唯一卖出的一幅画 这个好消息 让梵高感到万分欣慰 他又想要创作了 但每隔三个月 他就会出现幻觉 于是提奥建议他到 奥威尔的加西医生那里去 梵高答应了 在奥威尔 加西医生照顾着梵高 加西医生是一个业余画家 也是一个好人 他喜欢唠唠叨叨 鼓励梵高不断地作画 在那里 梵高为加西医生画了一幅画 画面中 加西医生轻受而安详 目光中 却是对梵高的怜悯和爱上 梵高自恋地写道 人们会凝望这幅画 甚至在一百年后 都带着回忆去凝望它 一百年后 一位爱好艺术的日本商人 买下了这幅画 画了整整八千二百万美元 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 最贵的一幅画 但在这里 梵高的激情渐渐消失了 他六个月只画了五幅画 最后他之所以要画下去 只是为了补偿提奥罢了 这个时候提奥的孩子病了 梵高焦急地赶往巴黎 却听见提奥也面临着失业的危机 梵高开始担忧起来 长久以来他一直都是在花着提奥的钱 而此刻他不想成为提奥的累赘 回到奥威尔的第五天 他坐在金色的麦田里 完成了他最后一幅作品 乌鸦群飞的麦田 这幅画苍凉而忧郁 乌鸦飞在天空上 带来了强烈的压抑感 充满了死机 第二天早晨 他走进了麦田 挥舞着一把手枪 他看着太阳 抠动扳机 子弹打进了他的腹部 他痛苦地弯下了腰 和他的一生相似 这次自杀也很失败 他没能打中心脏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受够了痛苦的折磨 听闻兄长自杀的消息 提奥立刻赶了过来 梵高的伤已经无法医治 于是提奥对梵高说 我打算自己开一个小小的陈列馆 Vincent 我的第一个展览会 将是一个个人画展 挂的会是Vincent 梵高的全部作品 梵高感到一丝欣慰 他转过脸来 轻声地说道 我希望 我现在可以死了 提奥 在加歇医生的注视下 在提奥的怀里 梵高永远闭上了双眼 他的灵就被送上了马车 经过村落 穿越麦田 绕过教堂 再登上山岗 在那里 他可以永远地 眺望着奥威尔美丽的山谷 后来 加歇医生在他的坟头上 又种上了许多向日葵 那是梵高生前 最喜欢的花 提奥回到巴黎不久 生活的压力 兄长的辞世 终于压垮了他 他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六个月后 精神恍惚而又悲伤的提奥 去世了 一开始 他被葬在荷兰的一个墓园 直到有一天 提奥的遗孀旧安娜 在读圣经时 看到一句话 他们身后 永不分离 于是 他千里迢迢地 将提奥的骸骨 移葬到梵高的身旁 这一次 他们真的 永不分离 在梵高死后 蒋安娜发疯似的 连续举办了 七次梵高画展 前六次都无人关注 但似乎冥冥中 自有天意 第七次画展 终于取得了成功 人们终于意识到 梵高的过人之处 从那天开始 他的名字 开始传遍到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油画 被挂在各个艺术廊 博物馆 他的作品 被印刷在无数广告 包装袋 手机壳上 他的每一幅真迹 都价值数千万美元 却永不缺乏购买者 那些曾经仇视他 诋毁他 驱逐他的城市 都在为他居住过 而为荣 为他建设纪念馆 给他塑像 梵高 跑得太快 以至于时代 在他的身后 气喘吁吁 当世界发现了他时 梵高却早已 离世界而远去 如果梵高 一直只做一个画商呢 他的人生 会不会就不会 这么被拒呢 然而 每个人 都有一点点执念 只是为了心中 那个永不崩坏的理想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呢 我们的故事就讲完了 文森的梵高 结束了他 三十七岁的短暂人生 他一生充满渴望的生活 永不衰竭的热情 都凝缩在了他那粗犷 热烈的话里 读完这本书 一定 别忘了看看他的画 去感受一下 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的 真正魅力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